好 這個33號我們先不要看 好 先看 甘草甘醬湯主委看 自甘草四兩 甘薑二兩 所以自甘草的劑量 會大於甘薑的泡甘薑的劑量 那 韶藥呢 跟自甘草 就是韶藥甘草糖 韶藥跟甘草的劑量是相等的 相等的劑量 相等的劑量 好 這是我們很有名的 讓絞的血液 絞的靜脈的血液情況回來 好 你們做太太的 今天現在知道了 很多媽媽都是犧牲嘛 生完小孩以後 很多人都要靜脈瘤 那你如果靜脈瘤去找西醫 其實正常了 靜脈瘤也沒什麼好藥嘛 那你們呢 就可以多自甘草甘草糖 加重 劑量加重就開始 那你說重到什麼程度 我們曾經 我曾經治過一個太太 剛開始呢 我們白勺呢 八錢 治甘草八錢 劇兩味藥喔 劇吃兩味藥 吃下去的時候 沒有感覺 吃個禮拜沒有感覺 再來 把它變一兩一兩 吃完一天 第二天就打電話來 欸 吃了腰會不會頭 為什麼會頭昏 在中醫裡面呢 藥不抿炫 在中醫裡面呢 藥不抿炫 抿炫的時候 並不會好 在軍方用的時候 常常抿炫 對陣 你只要是對陣 都會 投昏 比如說你開櫃子湯 開得非常好 這個就是櫃子湯 你一記櫃子湯下去 他就投昏 他這個麻煌湯 你一記下去他就投昏 大青龍湯 你一記下去他就投昏 所以病人一直要投昏 你知道他要對陣 所以常常的開除方 你看那個 有個病人說 奇怪 為什麼找那個醫生 一吃他的藥就會投昏 高手啊 高手才會這樣子 基本上抓得很準 一下子就投昏 我們常常對 所以我就 我因為常常病人打電話來 我就寫了一個 那個掛的 那個說明掛了門 掛了那個門診 看 你吃完藥會有這種情形 你不要打電話來 因為他們常常都投昏 經驗多了 你剛開始不會 到時候經驗多了 一看就知道劑療用多少 那你如果不加其他的加料 就單位這兩位藥 你用到一兩位藥 頭昏就到此為止 你知道那個太太多厲害 當天吃完藥 頭天 那個第二天的時候 攪了靜脈 昏旋一下嘛 第二天早上靜脈的 整個消掉大家九成看不到 原來靜脈很粗啊 手指頭那麼粗啊 九成看不到 高興死了 馬上穿著迷里裙來 那還沒吃完啊 穿迷里裙來 他為什麼給你看 因為他十幾年沒有辦法穿裙子啊 好開心喔 就是一劑而已 第二劑還沒吃 還在家裡煮 他先穿迷里裙來給你看 你看看我腿 對不對 這個太太 沒有吧 你看這個金方的劑量用的 好的話 效果就到這種程度 那你想想看 你加重那個吃 又不是你那個靜脈 如果靜脈去讓開刀 把那個靜脈抽出來 再接起來 還會再回來 吃吃看這個 到時候我們還沒有聽說過 人家吃白草死掉 吃很多死掉 還沒有 不會 那 大家看這個 調味成器 調味成器呢 大黃 致甘草 黃蕭 黃蕭這個金喔 是錯誤 是金 我們會修正 金 金兩的金 這個大黃是 黃蕭半金 那麼多 你不要看黃蕭半金了 現在不得了 藥房就嚇死了 好 一般來說 我們是這樣子做 致甘草 兩錢 大黃 四錢 黃蕭 兩錢 這個大黃呢 這裡注意看 酒 酒洗 中藥裡面 在神龍奔草紀裡面 開宗明義在講 炮製法的時候 只要用酒清洗過以後 酒製過以後呢 都是取他的身體 身體 身體的功能 同樣的 如果是 生大黃你在用的時候 吃下去就拉肚子了 排掉 那為了 要讓這個藥 清在這個部分 因為你今天我們很確定 這個本來是 胃裡面有食物 正在消化吧 正在消化 結果你 你醫生開錯處方了 一開了發表的藥 對不對 他的食物還是這邊 還沒消化完 就被你用發表的藥 就食物堵在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會用來調味成績 那要 把這個藥設計得很好 停在這個位置 把這個部分清掉 而不會清到 不會去清到小腸 大腸 所以才會用酒去清它 不然的話 大船又有一個外號 叫做川君 川君 那個四川大黃很有名 軍 他叫什麼叫軍 就是將軍 大黃是將軍很有名的 那你如果不酒炮製一下 一下下去 就是大黃一下就到大腸去了 吃完馬上就上廁所 那去酒 炮製一下 再去煮 那盲蕭呢 一般來說我們都是生用 盲蕭兩千分兩包 你如果把這個盲蕭 放到湯鍋裡面去 跟著大黃乾草一起煮 煮完了盲蕭也沒有了 盲蕭就從此消失了 就真的消掉了 所以說你不能放進去煮的 盲蕭是生用 那生用的時候有兩種生用 一種是煮完以後 還有一點點火在那邊 湯還在滾 盲蕭倒下去 讓它消化在裡面 就是消失在裡面 馬上能關火 還有一種是盲蕭直接放到碗裡面去 放到碗 然後湯直接倒下去 讓它化掉 倒下去以後 讓它化掉的時候 那個生用啊 是取它的迅捷 迅速 我們有時候要排大片 很快地把它排掉 我們會用這種方式 那 第二種方式 不要稍微緩一點 就是湯要還在滾的時候 倒下去 再關火 讓它燒一下 還有一種 在這裡呢 注意看 這個地方呢 盲蕭你看 先煮取一生 再去摘 把那個殘渣弄掉以後 盲蕭放進去再煮一下 就是不要那麼快 對不對 再煮一下對不對 你不要煮太久 你像這三味 大黃跟甘草 你三味水三碗 煮成一碗的時候 你這個時候如果是 盲蕭下去煮就沒有了 那盲蕭是 事後稍微煮一下 那為什麼要用盲蕭 這個盲蕭呢 我們有大便很乾很硬的時候 盲蕭呢 叫弓肩的 弓肩 所以 張宗教我們在研究神龍本草的時候 如果是大便很肇死很硬的時候 樹裂很硬的時候 你光是大黃下去清不出來 別人想排排不出來 因為那個大便是拳頭那麼大 那乾很小排不出來 那這個時候就要靠盲蕭 所以盲蕭能夠軟肩 那你如果生硬的時候 盲蕭那個大便 你像是想 盲蕭好像那個 馬鈴薯 那個切片有沒有 切片一片一片 所以你如果吃 加了盲蕭下去以後 造詩 素便 硬的大便 排出來的時候像馬鈴薯一樣 一片一片排出來 就是盲蕭就有這個功能 非常的利 非常的利 那你如果說沒有加盲蕭 你就換個大黃 像我們在小城氣 小城氣裡面就沒有盲蕭 這個大城氣有盲蕭 那你如果事情發生在你岳母 那你岳母呢 明明是這個大城氣當陣 你必須要盲蕭 把大便素食清出來 就你很擔心怕開錯處方 心裡很慌 越慌你就越錯 你開成小城氣 你沒有盲蕭在裡面 岳母吃下去就越說 就會感覺到很 要想上廁所 但是上不出來 那一整天就坐在那邊 馬上罵你 這個這個 這個 其實你盲蕭就加進去 所以下手的時候 明確的知道他要什麼的時候 你就下重手 一記就讓他出來 不然的話他很痛啊 很痛 那八三天岳母上就好看了 別人也就罢了 所以說要確定要知道他的功能是什麼 好 精方就是一陣 一個陣呢 一個儲方 那你現在看到的 我們這個 這一個條片用的調味成績 用的 塩料乾炒湯 用的乾炒乾香湯 它的就是就 你誤用 誤用桂枝湯以後 產生的病變 就是我們去彌補它的一個措施 了解吧 那我們從這個彌補它的措施裡面 我們可以體會到它還有其他的功能在裡面 好 就是在 好 所以現在回頭我們看三三 三三的條片 好 如果說你遇到一個人 病人呢 這個醫生的誤診 他這個是不應該要發汗的 發表的 結果呢 我們重計下去 發汗 病人呢 聚業傷到啦 你開得很重 不該用麻黃湯 不該用桂枝湯 不該用發表的藥 結果誤用發表的藥 病人精業喪失掉 然後呢 還不夠 這個 還在加燒針 燒針啊 你如果那個盤子 我們在燒過以後 紅的針 好 燒很紅的針啊 好 那個針再吃下去 好像有 好像想殺人 那醫生認為他需要嘛 好 就把它砸了 像冬天的時候 我們有些 我們有些 有些要用盤針 就燒過了針 最有名的就是 我們知道龍陽 畫龍的時候 畫龍的時候 那龍很深啊 皮膚裡面很深 我們針就直接砸進去 去農 效果很好 畫龍 但是呢 這個人呢 結果你現在重發汗 對不對 發完汗就給人家燒針 結果呢 經驗喪失太多 經驗喪失太多 就是四利湯 好 就是手腳冰冷到 從手指頭冰到手肘 從腳指頭冰到膝蓋的時候 就要靠四利湯 這樣就區分開來了 所以我們後面有 當歸四利湯 很多四利湯出來 好 那定義 四利的定義 一定要知道 四利湯的處方呢 在這一頁 四利湯 好 四利湯 至乾草 乾姜 父子一枚 生用去皮 破八片 真正的 我們在就利的時候 父子是生用 如果讀商行論的時候 看到很多地方 都是生用生用生用 到靜待以後 就就手用手用手用 然後 在靜待的時候 手用到一片 好 就要怕止的話 就加一片下去 好 那一片腹脂在幹嘛 那田塞牙縫的 那個南文明派的一片 一片 怕出事嘛 越來越膽小 那個泡腹脂因為生釉有良 你們現在進口的時候 一種是生釉就是 你完全沒有泡脂果 拿起來就是一個腹脂 裡面水片是不是很多 那你比較重 所以我們不能說用一個 再來做劑量 我們現在拿到手上 有些是乾的烘乾過的 烘乾過的還是真的 還根本沒有泡脂過的 那裡面水分沒有了 是不是比較輕 所以我們算一個一枚 所以你不要說幾錢什麼 一枚 那我過去丈量過 乾的那個生的那個泡 那個生的那個生腹脂 那麼很大一個跟我拳頭一樣 跟我拳頭一樣 我自己一泡在生的時候 去丈量的時候 大概就是五錢 如果水分乾掉以後 曬乾以後大概變成三錢了 這是我們臨床上的經驗 那過去呢 這個人家說生腹脂很毒嘛 很毒 那不敢用 那其實呢 生腹脂是非常好用的 非常好用的 那 最主要人們抱怨的 就歷代的經驗抱怨的就是 吃著生腹脂咳嗽咳不止 他過去鄉下人說 這個藥怎麼一次就咳嗽 咳嗽一直咳不止 就是說這個有毒 不好 實際上 原因是因為 生腹脂裡面 纖維很多 那纖維很多的時候 你沒有用棉布包起來的話 你直接生腹脂丟到藥裡面 一煮起來 好像那個芋頭煮爛的 芋頭煮爛的話 那個毛起起來 毛起起來又跑到表面上 結果你一看那個 是泥堂上面黑黑的一層毛 那你一喝它的毛 吞不下去它 嘎到喉嚨上面 黏在喉嚨上面 沾黏在那邊 你就一直咳嗽很癢嘛 就咳 就說它有毒 所以說我們用生腹脂的時候 一種情形就是 如果你沒有乾燥過 我們都是放到 用棉布跟石膏一樣 用棉布給它包起來 棉布包起來 你煮的時候煮爛的話 再怎麼爛 它那個黑的那個 那個纖維 還在棉布包裡面 就不會出來 生腹脂 那生腹脂跟泡腹脂的區別 不一樣 生腹脂呢 針對 李寒 去李寒的 泡腹脂呢 好 專制呢 表虛 好 所以呢 這個人表虛掉了以後 毛孔打開來了 這個 汗流不止 脫水了對不對 泡腹脂下去 一下 汗就熟掉了 這個時候你用 老師我用生腹脂下去 汗才是在流 因為生腹脂 它不走表 你用李寒的時候 出現的時候 我們用生腹脂下去 所以病人在怕冷的時候 比如說 開完刀或者是意外車禍 病人失血的時候都怕冷了 很冷 對不對 李寒的時候 我們用泡腹脂下去 讓李寒回頭 讓羊來回頭 所以生腹脂在就膩 這基本上簡單講就是這樣 後面很多地方要用生腹 包括以後 我們治療癌症的時候 我們會用到生腹 生腹脂 那這裡呢 就膩的時候 這個我們用生腹脂 這裡是三千 三千 如果是生用的 完全沒有經過炮製的 直接田裡面採起來 一塊的硬硬的 一顆丟下去就好了 那你給它破開來 因為生腹脂皮很厚 你給它破開來 用棉木蛋砸起來丟進去煮 那吃的時候呢 你看 大腹脂是一枚 有沒有乾薑三千 那喝的時候 並不是一劑就喝下去 你看 三味藥 水三身 為何煮取一身 兩碗去燈 燈溫再服 那你如果說 你這個湯脂 煮完了以後 煮完以後 你有兩碗在這邊 你喝下去 剛才喝到生腹了以後 嘴唇 舌頭會麻 這是一個中毒的現象 的確是中毒的現象 但是 當你病人需要的時候 你這個毒是毒藥 好 諸位不要胖 我的病人常常吃的 嘴巴都麻了 然後問他好不好 好福福很好 從來沒那麼好過 從來不會有問題 現在會用生腹脂的人不多 所以中醫就是一直往下走 我們後面這個金方裡面呢 用了生腹脂 很多很奧妙的地方 都有臨床的經驗 以後我會慢慢交給諸位 所以說 這是第一個 四逆湯出現的時候 手腳冰冷 因為發汗太過 病人呢 羊快絕了 里羊要 里面非常的冷 里羊要絕了 我們要生腹脂 來把 來回羊 我們叫回羊 回羊 這個生腹脂呢 四逆湯呢 我們也可以稱為回羊 回羊湯 後面會介紹到麻黃湯 麻黃湯也叫反魂湯 魂沒了 可以救回來 好 所以這個 這個金方的很多 廚方的名稱取得很妙 外號也取得很好 好 好 這個 第三十四條 好 這個條片比較多 內容比較多 正像羊蛋 這個羊蛋 其實講的就是 桂枝湯 看起來很像桂枝湯症 好 然後呢 你按照桂枝湯的方法 太陽症的方法 給它桂枝湯 越吃病人越壞 症狀嚴重 加嚴重 加重了 絕膩手腳冰冷 煙中肝 這個絕膩是手腳冰冷 不是肆膩 就是到手肘這邊有點差異 喉嚨裡面肝 三代表說 筋液都受傷了 因為你發表發太過了 不應該發表了 那個絞勁抽筋 而且會講話 會亂講話 我們就知道 這個造詩嘛 這個素食堵在腸子裡面 大便堵在裡面 會有沾雨的現象 那張東覺得 這個人呢 如果手足當溫 腳伸 手足溫度回來了 雖然你物質了 但是手腳 半夜的時候 手腳溫度回來 兩個腳就伸起來 不會居軟了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這就是 他說 寸口麥浮大 就是陽麥 浮而大 浮為風 各位記不記得 我們剛開始第一堂課 我們就介紹 我們是以浮塵磁術 為四大主麥 浮塵 這四個麥呢 為主要的麥 其他的麥 當你出現 寸麥是浮 而且大的時候 大 這個 樹 滑 動麥 麥又動得很厲害 這些都是屬於陽麥 那浮麥呢 是陽麥 陽麥又出現陽麥 是崇陽麥 是崇陽麥 就陽崇在一起 是崇陽麥 陽太盛 好 那 浮呢 是風 大著為虛 好 這個崇陽麥出現的時候 我們要很快 很迅速的 把陽去掉 不然的話會亡陽 陽太過會亡陽 好 那 並正向貴之 因為你未加父子其間 曾貴定汗出亡陽故也 絕膩 煙中甘 煩躁 陽明內傑 蘸雨煩亂 跟飲甘草甘薑湯 半夜未去還 兩足境 這個 條片呢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什麼時候用甘草甘薑湯 什麼時候用少料甘薑湯 什麼時候我們用調味 澄漆湯 這個後面的澄漆湯就是 調味澄漆湯 調味澄漆湯 所以這個條片跟剛剛是 相類似的 相類似的東西 相類似的 一種是 陽氣自己會回復 病人自己會回復過來 一種是 你用藥物去協助它 讓它回復回來 好 這個 第三十五條 我們太陽病呢 在山寒論分三種 第一個呢 中風 第二個 山寒 第三個 叫做溫病 第一個中風 介紹了 山寒還沒有到 葛根湯呢 最主要 是張仲景 設計葛根湯的目的 其實就是治療溫病的 溫病派呢 他不知道 山寒論裡面的葛根湯 是治療溫病的主要的 主地處方 所以 他們出來 另外一個溫病派 所以我們說 張仲景呢 你就沒有 我們本來就有 難經裡面本來就有 提到溫病 那你 這個是北方人 都是冷的 所以說你不曉得來方有溫病 所以你把 用這個理由 山寒還就不去研究他 實際上 張仲景呢 有寫到溫病 這溫病不是說難人方 而是一種病症 管理在哪裡 反正溫病就是溫病 一個症狀 用葛根湯來治療他 那我們這個 如何 使用葛根湯 什麼時機 為什麼要用葛根湯 我們下一堂課 跟諸位來介紹 跟諸位介紹 謝謝大家